大家好 欢迎来到三小只TALK体育 10月21日凌晨 欧洲乒乓球锦标赛落下帷幕 勒布伦兄弟成为最大赢家 哥哥埃利克斯勒布伦连夺男双男单两贯 弟弟费利克斯勒布伦与哥哥搭档获得男双金牌 奥地利选手波尔卡诺娃成功未免女单冠军 跨国组合马特洛娃巴拉佐娃暴冷成为女双最后赢家 西班牙的罗伯勒斯逍遥倩战获混双金牌 欧洲男拼目前的水平比较高 保中心三代都有实力不俗的运动员 然而世界排名最靠前的法国新星 欧运会男单冠军小勒布伦却暴冷出局 在3比1领先的情况下 被八强中成绩最逊色的德国选手杜达4比3逆转 随后杜达再次发威 4比2淘汰世界冠军队友奥卡洛夫 至于小勒布伦的哥哥大勒布伦 则在半决赛中大获全胜 4比0横扫瑞典奥运会 士兵赛南丹亚军莫雷加德 随即与杜达展开金牌争夺战 结果大勒布伦再次4比0击败对手 11比5 11比8 11比6 11比2 终结了杜达的黑马之路 由此而首次加冕欧锦赛南丹冠军 欧洲女兵的格局并不复杂 本土选手已经逐渐超越华裔老将 其中罗马尼亚的斯索科斯 奥地利的波尔卡诺娃 在近两年分别拿到了欧运会 欧锦赛的女单冠军 这次也不出意外晋级决赛 此外两人还是国际赛场上的 女双固定搭档 相互间可以说是知根知底 虽然斯索科斯的世界排名 高于波尔卡诺娃 但他最近四次与对方的交手全部败美 包括巴黎奥运会之战 而这次波尔卡诺娃又以较大的优势 4比1拿下胜利11比8 11比13 12比10 11比6 11比9 成功未免女单冠军 目前欧洲男选手的实力非常强 保中心三代都有打败过中国队主力之人 尤其法国瑞典的年轻小将 已经具备很强的实力 其中大勒布伦赢过樊振东 梁敬坤 莫雷加德赢过王楚钦 梁敬坤 卡尔伯格也赢过梁敬坤 至于小勒布伦也曾与马龙 樊振东等人打得难解难分 此外曾横扫张本志和等亚洲名将 目前世界排名第七 是欧洲拼弹的领头羊 以上四位选手的单打能力 均非常突出 双打属于强强联手 决赛很有看点 比赛开始后 法国组合迅速掌握了场上的主动权 在速度和衔接上都明显更胜对手一筹 随即以11比2轻松拿下首局 相比于对面的一对亲兄弟 莫雷加德 卡尔伯格二人的配合显然更逊色 再加上他俩的技术风格差别也比较大 所以磨合难度也大很多 第二局瑞典选手的状态有所恢复 但两人依旧存在一个技战术相互撤肘的问题 莫雷加德擅长打前三板 变化球 而卡尔伯格则是标准的阵地战选手 近期的合作也不是很多 所以未能给搭档创造较好的得分手段 结果又被勒布伦兄弟以11比6拿下 第三局莫雷加德 卡尔伯格背水一战 虽然相比于前两局制造了更多的威胁 但终究还是未能扭转败局 最终勒布伦兄弟以11比8结束战斗 由此而夺得本届比赛的男双冠军 二人也为自己职业生涯的首枚欧锦赛金牌 感到高兴不已 扔掉拍子挥拳对机相互拥抱庆祝 场面喜人 全景赛结束之后 国拼接下来半个月连战三战WTT赛事 分别是蒙比利埃冠军赛 马斯卡特常规赛 法兰克福冠军赛 赛事名单已经更新 林高远终于等来春天 将联打三战 关键机会到来 林高远一定要努力打出好的表现 蒙比利埃冠军赛将于10月22日至27日进行 马斯卡特常规赛将于10月28日 至11月2日进行 法兰克福冠军赛将于11月3日至10日进行 三战比赛中 蒙比利埃赛和法兰克福赛 都是高级别的冠军赛 只有单打项目 赛程强度并不高 冠军积分1000分 林高远依靠着排名的优势 自动入选并确认参赛 马斯卡特赛是常规赛事 单打积分400分 林高远是国拼主力中 唯一一个拿到了外卡名额的球员 在目前已经公布的名单中 只出战单打项目 不过 后面不排除会增加双打的任务 作为国拼的第五主力 林高远的位置一直比较边缘 前有核心压制 后有小将冲击 机会本就不多的情况下 再加上林高远自身的发挥 也不够稳定 这让他的处境非常尴尬 前不久的亚锦赛 林高远虽然参加了团体和双打项目 但落选了重要的单打 这就是最好的证明 国拼这次之所以连续给林高远机会 以下两大目的不能忽视 一 积分竞争激烈 国拼需要林高远站出来 按照此前公布的世界排名来看 国拼虽然包揽了前五 但积分的优势并不大 除了王储钦第一的位置比较稳固之外 第二的林诗洞只比第七的费利克斯勒布伦 多了不到1200分 林高远排名一跌再跌 现在以2960分排名第九 国拼想要稳住前五的位置 需要压制宇国 勒布伦 张本志和等球员 马龙 樊振东一直不打 王储钦又缺席了蒙比利埃赛 马斯卡特赛 这时候只能靠梁静坤 林高远 林诗洞等球员 能够站出来 打出好的表现 阻击关键对手 林高远自身积分降得很厉害 如果再不参赛 或者是打不出好成绩 跌出前十也只是时间问题 林高远如果排名过低 这不仅不利于他个人的发挥 也会给国拼争贯增加难度 因为抽签的时候 国拼很容易提前爆发内战 增加更多的不确定性 抓住国拼不打的机会 林高远需要多拿积分 把握住机会 既能提升自己的排名 也能帮助国拼稳固位置 一举两得 二 新老交替的关键阶段 林高远得到国拼的重视 进入到洛杉矶周期之后 国拼加速了新老交替的进程 马龙 樊振东本是最合适的人选 但现在两个人一直是有选择的参赛 权力全部给到了王楚钦这里 问题是王楚钦进入到了平景期 连输外战和内战 自身遇到了冠军荒 王楚钦现阶段急需要调整 因此也是有选择的比赛 这种情况下 梁敬坤 林高远成为备选 林高远在与梁敬坤的竞争中 一直处在劣势 后者更是拿到了巴黎奥运会的P卡 林高远本已经掉队 但挡不住梁敬坤这里一直给机会 梁敬坤在亚锦赛连输三场外战 心态不稳 打不了硬仗 这对于他的影响非常大 林高远虽然没有得到单打的机会 但侧面来讲也是好事 国拼处在关键阶段 总要有老将能够站出来 林高远得到了重用 机会再次给到林高远 关键时刻还是要看他的发挥 成绩是证明自己 回应质疑的最好方法 不是机会的机会 林高远如果把握住了 同样也能稳固自己的位置 加油 加油